AO了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AO 今天來看兇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大約六點鐘方向的MBL 選擇了兇人 兇人的特色是他的馬貢折架非常多 利用時代還可以轉遊俠 整體來說還是要偏向騎兵路線作為主力 遇到後期的駱駝的話 也可以用槍兵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整體打起來還是要多靠馬功跟遊俠作為決戰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的對手 這邊是Riper 選擇到了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是非常多的職業選手 平比維是比較弱的文明 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不像兇人開場木頭剪100 但是不用蓋房子 可以省下大量的木頭 那保加利亞最主要能夠有優勢的東西 就是他的兵工廠的食物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在前期很適合點這個一工一房去壓制敵人 那後期工程工程師這些科技工程器製造所的肉類也是減半的 所以可以看到大衝車食物只要500塊非常便宜 重頭也只要725塊 但是黃金一樣是不便的 所以他在打單挑情況下阿拉伯也是很少會出到重頭出來 那他也是騎兵的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寶加利亞人還是要多靠自己的寶冰 寶加利亞騎兵 或是打這個大落馬 重重騎士 作為主力會更好 但是在近這一兩年來阿 這個馬功作為主力的情況是越來越多了阿 所以寶加利亞人或許有些特殊狀況還是會去打馬功 那我覺得寶加利亞人他的勝率也會很低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的弓兵的關係 他的弓兵不能升級 所以造成他在封建時代不能囤弓兵轉弓兵配騎士 如果要增加寶加利亞的勝率的話 我覺得最直接的方法是讓他升級到可以奴兵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那地圖方面目前miper的黃金是在正前方 右邊有一塊黃金 兩塊黃金的位置比較尷尬的是左邊這一塊 這個偏正面 右邊這個也是蠻尷尬的 因為旁邊沒有任何的木頭 你要走一段路 才能去把這個資源給挖起來 所以如果要這邊開TC手機的話 也是要到中後期再去開 那miper這邊的木區的部分也是挺尷尬的 三個能挖的木區都是有點偏正面的 只有這片木區比較靠近 如果要圍死的話也是要非常大圍才行 要圍得非常非常大了 那miper在打田踢圍死的情況下是很少見的 所以應該圍不圍對他來說沒什麼意義 好那mbl這邊黃金的位置跟miper很像 都是比較空曠的位置 但至少黃金不是靠敵人 是靠左右兩邊的 那主進的位置也跟miper差不多 但是果子的位置就很尷尬了 mbl這邊果子在前面 如果這個果子被控住的話 肉馬這個肉可能會有點難出一些 所以前期可能還是要打兇一點 槍兵肉馬多按一點 才比較容易打出自己的遊戲的優勢 那我們看到viper這邊是打了19匹 沒有偷織布的一個開局 而mbl則是18匹 點下了封建史丹 然後偷了一個織布 viper這邊史丹稍微慢了一些 這時候mbl已經升級到了 封建史丹 肉馬已經領先了一隻 第二隻也在按了 那viper這邊是點下了一級農一級木 雲農木點下了 好兩隻肉馬在這邊 稍微繞繞看 這裡稍微圍 這裡很小心繞開 沒問題 mbl 這裡肉馬有點極限 viper也是啊 這個操作有點極限 好 viper這邊肉馬也想要去mbl家裡逛逛 你逛我我也逛你啊 那在這個局面來說 mbl優勢會比寶甲利亞人更大 但是viper的優勢呢 就是可以先點攻防 哇靠這個時間點就點下了 12分鐘點下了一攻 這個時間點是非常猛的 因為這裡直接有異攻的話 打聰明很痛 每一刀都是五滴血 所以打聰明只要八下就可以死一隻 如果你沒有異攻的話 打一下只有四滴血 可是要打十下 直接省了兩刀 省兩刀就省很多了 肉馬數量一多起來 直接來一個超級騷了 聰明直接爆開 是有可能 甚至連那個槍兵 也可以手撕 所以寶加利亞人 還是要多靠這個攻防提示 去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但是viper並沒有打算要直接硬打 現在家裡還在農 mbl這邊是轉了攻兵 轉了攻兵開 點下了一擊的步兵 靈甲技術 哇 mbl這邊有特別研究過對寶加利亞的打法 這個點意防很細節 因為槍兵用一防的話 被打一下 雖然是五滴血 但是 唉唷 就戳到了 但是也是要砍個七刀 直接多省了一刀 好 viper這裡過完點下的品種 待會一擊防禦可能也會點 viper這邊的想法是直接用馬 解決掉mbl這邊過來的壓力兵種 然後在後面 盡可能抓掉過來支援的兵力 像槍兵啊 或是繞彈的工兵之類的 好 viper果然第一時間解決掉了 後面的槍兵 好 現在前線有三隻槍兵 後面還有一隻 正在慢慢趕過來 mbl拉出了全軍力 槍兵也往前 mbl的馬直接被戳掉了一隻 但是viper不怕mbl的槍兵直接手撕 只損失了一隻肉馬 ok viper擁有封建世代最強的兵了 一攻一防加品種的肉馬 是封建世代最強的單位 ok 這個威力有點猛 連攻兵都會被尻到頭破血流槍兵不能斷了 mbl這邊槍兵按到了八隻 終於把viper給擊退了 好 槍兵在後面還有在尋弱 好 viper這邊呢是把詹里給為死後面了 好 看來viper這邊是非常謹慎 自己選到保佳莉亞 mbl是選擇到了兇人 這個不為死 肯定待回城堡時代會被騷擾到生火無法治理 這個馬攻實在是太麻煩了 好 攻兵繼續繞 現在攻兵數量有六隻 那mbl也有一級射 沒有攻兵鎧甲 但這沒關係 問題是要怎麼延續 騷擾公式 唉唷 直接點掉了一隻殘血的肉馬 mbl現在走到裡面 公式繼續往前走 家裡稍微微一下 補了一根劍塔 那viper這邊 是想要生時代的關係 所以馬沒有繼續按 等點了城堡時代升級 肉馬就可以再繼續補了 甚至可以考慮補一個 雙馬舊 補肉馬的一個路線 但是mbl 這邊直接升到城堡時代 viper只是靠人買賣 升級了上去 城堡時代 表面時代的差距大概20秒 mbl可以透過這20秒的時間 打出更多的優勢 因為奴隆兵的升級也差不多是20秒 還有二級射 所以這個20秒時間 可以讓他有一個 短暫的巨大優勢 所以mbl這邊可能要把握出這個機會 viper則是要找個機會 把家裡的兵給解掉 也不能一直放在mbl 一直在這邊騷擾 viper這邊補下了雙馬舊嗎 看一下 3馬舊 雙馬舊 存肉馬 這是保加利亞 比較 好擋住對方mbl現在的組成 好 這樣輕騎兵升級還需要156 但是mbl這邊二級射奴兵會先升級好 那這邊viper就要考慮要不要存肉 去點二級防 然後再去打 奴兵的升級 跟二級射的奴兵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直接吃掉的話 哇 那剛剛我說的這些問題 viper就不用想了 直接開TC吧 直接升個輕騎兵就差不多 二防可能不用點 開TC更重要 好 炮出來開TC 拖雷工程器製造所 哇 viper這個鍋上去解掉了這些壓力 現在壓力很小了 但是後面又有一坨 新的過來 mbl並沒有投資奴兵的升級 是反而是賽仙點下了重方長槍兵 還有3TC的轉型 直接走了馬攻路線 viper只是用弱馬 想要到對方家裡看 但是二級馬卡已經升級好 ok 升級的速度很快 好 這些工兵還在控這些田 其實這邊田控的東西有點多 直接打掉這麼多的田的話也是蠻傷的 結果mbl這邊大意了 被砍掉了5隻村民 總共損失的有點多 viper這邊村民出 現在稍微領先 但是家裡一直被克制住 但還好現在奴炮已經出來了 待會mbl這邊要注意的細節 就是二級伐木要趕快點下 viper這邊穩住戰局之後 二級伐木也要趕快找點點 這邊要趕快撒農田才對 趕快撒農田 不然雙TC肯定會斷村斷道兔 但這波衝進來已經抓到了很多的村民 這波已經衝進去不虧了 mbl直接損失了10隻村民 好 但這波mbl也不甘失落 我也來騷擾你 但其實左邊是有個洞的 但mip也不管 這個洞就給你鑽 反正有劍塔 我讀你不敢衝進來 好 那現在沙底樹來到了12村 mip領先村民樹 目前是6村而已 mbl非常舒服的 3TC 開始慢慢濃了上去 現在馬功要放在家裡防守嗎 還是要去騷擾 都會是一個問題 但如果去騷擾的話 要想辦法解決一下這些奴兵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騎士 出來擋 不然就是要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蠻適合補衛工程器製造所的 卻反之這邊很通跑 但是現在落馬還在家裡繞 馬功的部分 可能還是得在家裡稍微擋一下 不然就是槍兵要繼續按了 那不管走哪個選項 mip領這邊還是要繼續給mbl壓力 mbl則是要先穩住 農田的肉量 兩邊在這個遊戲時間點的 目標會有所不同 好 騎士出來 過了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沒有補在前線 這一波 工兵抓到兩村 mip損失了一些村民 又被點掉了一村 mbl有彈道學 連工兵都很準 好 現在保加利亞人 慢慢的潰出了 mip的農田地帶 mip則是把三台奴炮拉了過來 好 這裡串燒 哇 這個血量掉的有點快啊 好 騎士再上去硬砍 串掉 嗚 工兵全倒 現在mbl只剩下17隻的馬功 那我覺得這邊比較糟糕的事情是mbl 還沒有點下二級伐木這件事情 那當然mip也沒有點下 其實兩邊看起來經濟都很差 但是其中一邊如果有想起來 這個伐木跟農田科技的話 這個經濟要是能偷得起來 這個增長速度就會很快 好mip這邊 大家的騎士過來解掉槍兵 所以吃了一隻騎士 但是後馬 落馬這邊抓到了很多村民 mbl又再次死傷殘重 這一波來到了18隻村民的擊殺 好 弩炮稍微擋一下 好 看到了投石車 現在viper 投車給壓力 自己沒有轉投石車 viper這邊是打算用騎士 抗住這一切 那現在開了5TC的viper 哇 要出騎士 要按村民 農田至少要來到40幾片田 才有可能穩定下來 升到帝王師帶還要 含出騎士的部分 甚至要到50片田 也是ok的 那viper這邊 現在是慢慢轉型 轉出了騎士出來 肉馬已經送的差不多 抓著村民也ok了 mbl這邊3TC 開始慢慢穩定的下來 好 龍田有繼續補 槍兵在家裡要稍微防守 好 點下了彈道學 投石車 現在還沒有開始攻城 好 反正是viper這邊 開始來清吐一下野外的一些哨戰 好 結果這邊高地奴炮抓到了馬功的去向 抓掉了一隻馬功 ok 高地奴炮稍微高打低 端燒了一下 但是三台奴炮都被收光了 那viper這邊點下了工兵鎧甲 並不是真的要去轉工兵 也沒有要轉戰毛兵 他的戰毛兵也沒有三級防 那這個時間點要轉型的話 我是覺得蠻虧的 繼續用弩炮投車擋住 然後再用寶嘉莉亞的銀蕾或是城堡 進行馬功的防守 我覺得會是更好的一個選項 畢竟你走了 在城堡時代這邊走了戰毛兵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繼續造對方騷擾 對方只要出一隻騎士 基本上就可以把你的毛兵騷擾 可以擋下來了 所以整體來說 NBL還是在這個對決裡面 優勢比較大的那一番 那viper則是 只能靠騎兵打出一條生路 那最好是打寶嘉莉亞騎兵 雖然重裝騎士 也有這個攻速加成 但是寶嘉莉亞騎兵有兩條命 而兩條命的情況下 輸出自然就是比較好一點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兩條命的話命比較多 輸出的話也會更穩定一點 iper這邊終於察覺到二級伐木沒有點 趕快補下了 NBL這邊補下了二級農田 二級伐木 但是這裡城堡好像NBL會先蓋好 馬功拉過來稍微阻止蓋一下銀臉的村民們 好這一波城堡建起來 後面要補工程器製造所嗎 NBL 補一下 感覺要補一下 不然這個城堡很快就要被解決掉了 好工程器製造所 沒有馬上補 好這次viper已經補了 按衝車開始了 好那家裡的部分有按衝車嗎 NBL沒有按 也不補 反正是補了第二根城堡 想直接插在左側這個位置 哇那這個衝車就很開心了 你插新的 那我這邊衝車就打右邊 右邊沒有衝車 也沒有村民 我覺得很好 好NBL果然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一定要補衝車的原因 是因為離城堡時代還有一點距離 大家這個是時間點1737分鐘 大家都有出兵的情況又開農 地方時代往往不會那麼早上 所以這邊要高速解交對方的城堡進攻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衝車 那現在衝車又有改版的情況下 所以衝車算是越來越好的一個選擇 可以看到這邊衝車的傷害現在是比較高的 好這邊轉了一些打拉和騎兵出來想要解 但是直接被後面的英雷給搞定了 現在MBL 達拉和騎兵 努力的再出 稍微擋一下 但是被解掉兩隻之後 沒有這個打算了 但是左邊這頭馬弓也是吃掉奴炮傷害損失了幾隻 殘血的馬弓只剩下12隻了 右邊還有29隻的馬弓 稍微看一下情況 好 打拉和騎兵想要出來輸出 後面城堡想要輸出 但是 唉唷 這邊想要再屯多一點 結果右邊這根城堡順利的讓 viper解決掉了 MBL已經倒了一根城堡 那兇人這邊倒了兩座城堡的話會開始有點危險了 兇人雖然不是靠城堡在打的文明了 而且他只要點下銀罐 如果你要打寶兵的話也可以直接放棄 但是城堡支援一旦消失家裡的防守 也會比較難打 如果把城堡補在家裡的話也會更好一些 像spype現在防守 就會靠這兩個贏了 守住正面了 現在這個五隻打爛騎兵 然後還拉了一隻村民過來修城堡 viper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個帝王時代點的還算蠻早的 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這裡馬宮結果在排隊零等便當 這個便當發的有點快 MBL這邊帝王時代也補一下 馬卡也補了 看來帝王時代還是得轉騎兵路線 好衝車過來 嘗試反擊 結果直接被衝車給頂掉 零跟銀淚還有一千多滴 好結果MBL這時候再轉護衛技術 那應該這個護衛技術是要給下馬版的保加利亞騎兵 驅助使用的 並不是真的想要打血液步兵 那保加利亞人的步兵 是會自動升級的 但是只能自動升級到雙手建兵 對於兇人來說 其實沒有太多的選項 會遇到兇人的時候轉血液步兵 所以這邊護衛技術 並不是真的想要打步兵 好MIP這邊點下了二級農田 帝王時代已經升上去了 印刷技術 不是印刷技術 這個增兵技術 還有三級馬卡 二級的步兵鎧甲也都點下了 那保加利亞人的血液科技呢 是只能用在自己的雙手建兵上 民兵系 他的下馬版保加利亞騎兵 是吃不到這個科技 三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是吃得到的 所以MIP這邊升級步兵科技 只是為了下馬版的保加利亞騎兵 OK 這邊提升到了精銳版本 好MBL這邊要小心喔 這一坨保加利亞騎兵衝過來會有點難受 那正面的部分 定用時代以上也沒有按巨型頭的時機 MIP這邊是打的非常的直衝保加利亞騎兵路線 感覺是想要一波帶走MBL的感覺 好在MBL這邊有轉槍兵喔 兇人也是有大槍兵升級 待會可能以上還是要先點個大槍兵升 好這裡MBL 是選擇先點出了化學 好 MIP這邊在慢慢升級衝車的能力 看起來是想要直接走大衝車 直接督光MBL的城堡 跟建築物做完事 這邊是直接一個正面開督的路線 好這裡左邊的保加利亞騎兵 可能要往前 但是被MBL抓了個正著 想要偷家但是被看光光了 保加利亞騎兵趕快稍微反擊一下 但是馬弓現在這個時間點是可以拉大了 而且重裝馬弓也快要升級好 MIP的騷擾 待會應該是有限的騷擾 沒有辦法騷擾得很舒服 那MBL現在要打贏的情況下 槍兵配馬弓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要村民不被抓爛 應該都沒有投降的理由 因為自己的黃金空住了 連MIP的黃金也空住了 這怎麼輸 所以 VIP這邊的 贏面喔 是非常非常少的 MBL這邊贏面是非常大的情況 而且 MBL這邊更細的方式是 重裝馬弓 速度一直有保存下來 到DEO style 重裝馬弓加上大槍兵 基本上是擋不太豬了 VIP這邊可能還是要被迫轉型 載一個戰毛兵的升級 三級設計畫學頂點 會更好一點 因為這個槍兵配馬弓組合 最怕戰毛兵喔 但是VIP這邊是打算 直接用大衝車開頂嗎 衝車配馬也是可以考慮的路線喔 畢竟衝車可以吸引非常多的大量箭矢傷害 好 二加利亞騎兵稍微打一下 兩邊都沒有大規模的交戰 都是小打小套 MBL這邊 點下了一攻 騎兵路線要轉重裝騎士嗎 大強兵都升級好了 VIP這邊大衝車也升級好了 這裡可能要補一些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現在沒木頭 OK 補在右邊 好 工程器製造所補下 待會工程全靠大衝車督根 這根城堡要蓋起來 我加利亞騎兵來不及了 趕快撤離 好 VIP這邊點下了化學 現在馬弓 還在左邊 稍微防守 正面沒有大規模進攻 按了幾台巨頭 再開始給VIP一心壓力 但VIP這一波是想要從右方 給MBL更大的壓力 衝車一登場 能打的東西 就只有槍兵 能打衝車喔 這個衝車可能只要打一陣子 攻擊力還沒有點上去喔 好 那MBL這邊三級伐木點下 VIP的大衝車也點了 好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一下 VIP要怎麼突破MBL的防線了 那我覺得大衝車是蠻賭的喔 基本上一波衝不過去 就可能要投降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VIP這波200人口的衝鋒 搭配後面的騎兵 多線殺老進攻 衝車開始來了 OK 好 自己的鷹人也掉了 加利亞騎兵開始往前衝 但是後面的保加利亞騎兵MBL好像沒看到 正面的大衝車頂爆了 攻城 氣勢到鎖 看巨型投資機還在打 但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奴炮 OK 轉奴炮 不轉戰毛兵 現在奴炮也有 彈道學的效果了 這些組合 確實用奴炮來打是相當適合的選項 大衝車沒有補 反而是用保加利亞騎兵在超人後面打下 MBL對於後面偷襲的事情 並不是那麼的在意 反而是讓他更堅定 要往中間這裡打 VIP這邊則是有點猶豫喔 黃金已經歸零了 而且自己的附近也被MBL給挖光了 現在能打一MBL的方法 就只剩下肉而已了 好 這剩肉可能要選個大肉馬 但現在肉馬升級也需要黃金 VIP要打贏的話 要虧很多的奴兵 奴炮才行 這樣看起來奴炮在帝龍時代真的是沒料 沒料 直接就被MBL給射光了 MBL這邊打爆 VIP的奴炮非常漂亮 保加利亞騎兵想要往前了嗎 這波往前貼上去 左邊的僧侶 兩隻直接倒地 正面直接一觸即發 衝車並不是第一個衝到戰場的 反而是用保加利亞騎兵 肉身扛馬弓跟城堡的傷害 衝車在後面三身來死 他的目標還是巨型頭C 之間點了一發 搞定掉兩台巨型頭C 但自己的工程去製造所也被搞掉了 而是MBL還是有足夠多的黃金 可以繼續生產馬功 還有槍兵 整體交換下來 MBL還是沒有辦法打得贏 好 這邊終於買賣了一波 升級了大洛馬 大洛馬終於提升上去 但是黃金是越來越少 VIP的黃金被挖乾了 少了一個附金 對於VIP來說真的很傷 開局我們分析地圖的優劣是 這個到了後期 VIP果然是有點難受 MBL點下了掠奪者 待會也可以轉打拉和騎兵了 目前看起來 VIP是有點風中殘處了 MBL這邊只要開始轉型 轉出大洛馬 直接開始騷擾VIP的家裡 就應該扛不住了 這裡還是靠馬功去騷擾的 正面的部分 VIP想要再試一次 這次是想用衝車 對馬剛剛就去補衝車 直接獨一波 不成功變成人 我覺得這應該是 對寶達利亞人的後期會比較好 剛剛那邊轉弩炮 數量很難起來 而且對於正面的衝車數量 都根來說也不是那麼的穩定 畢竟有衝車坦在前面 電死傷害就會比較難受 好這邊大槍兵出來 直接開戳 左邊擋出了VIP的騎兵路線 MBL對柏馬功加槍兵卡位卡得很好 但是城堡已經被大桶兵給頂掉 新版本的衝車傷害就是這麼的可怕 現在弩炮在後面無情輸出 打掉了大量槍兵 這一艘弩炮 VIP的弩炮打出了身價 但是正面的部分 黃金還是非常缺少 還是有點難打贏 正面的非常多的答案起兵過來 想要直接手撕對方的弩炮 弩炮這邊直接被踢掉臉 被換掉了一台 但是前面的衝車好像也不太行 沒有太多部隊可以來Cover 現在VIP沒有黃金的關係 只能按ROMA ROMA過來想要幫忙打倒 但是這些東西是沒有辦法打得贏MBL VIP直接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場比賽MBL 還算是比較穩定一點的 馬功數量一直很穩定 那我覺得最大的贏面 還是這根城堡 直接控住了VIP的附金 來看一下VIP的附金就知道有多慘 VIP的黃金最後是輸了MBL5000支援 5000支援 那我覺得這把比賽 只要保夾利亞人一旦沒金之後 基本上就沒什麼能打的優勢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然後啦 請訂閱 repeated òn